烤羊肉大串把握火候很关键 多一分则焦 少一分则不熟 一定要经过三烤三刷才行 先将羊肉烤到发白进行第一次刷油 油脂渗透进肉里更添鲜香 接着烤两分钟后翻面 开始第二次刷油 再继续烤到五分钟左右时撒盐 七分熟的时候撒上烤料和辣椒粉 进行第三次刷油 此时烤料与辣椒粉空中飞扬 铁签子羊肉串上下翻飞肉香四溢 各式各样的特色小吃让人眼花缭乱 大连的海鲜烧烤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风味 半夜十二点了 可这家烧烤店里依然是满满当当的时刻 我们九几年就认识 公民价值而且味道跟我们做的相当相当好 喜欢来的原因就是它有儿时的味道 就是吃了这么多年就感觉时间差不吃有点想 常来这里的食客们认为这里的海鲜烧烤是他们二十多年不变的味道记忆 那么这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烧烤店为什么能获得食客的众口称赞呢 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海鲜烧烤命绝呢 这位穿着皮衣坐视雷厉风行的李美华大姐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谢谢欢迎伙伴们常来 你很难想象她已经六十多岁了 在开烧烤店之前 李大姐曾是一位公交车司机 如今闲暇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开着越野车 到沙漠驰骋程依然是她最享受的事 而做海鲜烧烤则是李大姐一生钟爱的事业 为了欢迎我们 李大姐准备了一桌子的各色烧烤 还特意交代我们一定要尝尝店里的特色 烤海肠 看着手里其貌不扬的烤海肠 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特别像那个橡皮圈 现在看着说实话还是美食 那你能好吃吗 你可以尝啊 看着不好看 吃着特别好吃 好吃哎 是啊 它和我想象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就是之前我觉得 它可能是像那种橡皮一样比较硬 但是它是脆的而且很嫩 没有什么调料味 就是一个很纯粹的这种食材的味道 这个就放盐什么都不放 李大姐告诉我们 大连的海鲜烧烤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 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这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味道 烤海肠作为店里的招牌菜之一 是很多顾客必点的一道美食 我们很好奇 这海肠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鲜呢 李大姐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 才能制作出如此受欢迎的美食呢 李大姐说 晚上她要招待一群远道而来的特殊客人 而烤海肠是必备菜肴 美味的成仙肯定离不开好的食材 我们决定跟着它一起去采购海鲜 海肠学名单环次翼 是海鲜中的一个另类 浑身没有毛刺也没有外科 靠着自身的环节软软蠕动 虽然其貌不扬 但营养丰富富 富含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别看海肠现在属于微胖茧 也被人形象地称为海地瓜 但它稍一变身就会拥有苗条的身材 那么海肠在烤制之前需要做哪些处理呢 咱们海肠就弄成这样把它内脏一曲 直接这么穿上就能烤了 不行 它把韭菜放到里面 韭菜 这韭菜是得切是吧 穿一根就可以 直接这么穿啊 没想到这样可以把韭菜和海肠融为一体 我印象中的韭菜几乎都是要切了 然后或者是绑在这个食材的外边 这是我第一次看海鲜和韭菜的结合 将整颗韭菜套进海肠中 是李大姐烧烤店的创新 分段方便食客食用 传承S型则更有助于在烧烤时保留海肠中的汤汁 夜晚来临李大姐的店里陆续上课 烤炉上的炭火也在瞬间动发出了最大的热情 等待着和各种食材的激情碰撞 穿好的海鲜串放在炙热的炭炉上 表面刷一层薄油锁住水分 调味料只需轻轻一扫 不掩盖食材的本味 为了保留韭菜和海肠本身的鲜美脆韧 只需烤制很短的时间 那边新鲜的贝类在红通通的炭火上 踩着节拍一般整齐地张开嘴巴 壳内的美味汤汁咕噜作响 这时李大姐今天久等的客人们相继到访 太快点了 老张去看见我们了 是 奶奶 好久不见 是啊 我在想你们去哪儿了 午中了 去午中玩 她们是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食客 而她们的相识和友谊的建立 都是源于李大姐的烧烤 高兴啊 一个人回来 我现在一个人高兴 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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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烧烤结缘成为十几年的朋友 李大姐的店开到哪里 食客的脚步就终随到哪里 大连人的热情都写在 与美华大姐的笑容中 采用新鲜的食材 通过用心烤制 保持一贯不便的美味 再加上李大姐的热情好客 这就是几十年来 李美华大姐烧烤店 依然红火的原因 也是众多食客心中 恋恋不舍的大连家乡美味 刘长坤和海胖子王国辉合作 将水下几十米的海胆彩谱上岸 一顿家庭制作的海胆馅饺子 包进了他们十几年海上合作的默契和信赖 王磊用钻研精神不断尝试 创新着海带应用的新方式 父子间的温暖 就在朝夕相伴的烟火和家常饭菜的滋味里 李美华用笑容和豪爽表达着大连人的热情 陌生人之间的游异通过美味的海鲜烧口 连接和传递 地道风物 开喜了 烟火人间 美味会翠 尽在风味中国 东北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广袤无垠的黑土地 是物产丰富的超级粮仓 是银庄宿果的冰雪世界 在我的老家辽宁安山 入冬后的美味就和东北人的性格一样 热情四伙 用满满的诚意招待着八方来客 安山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藏在三里桥小店里的烧烤 并不是司空见惯的味道 有一种情外在里面 外交里面的最好吃 有哪些特殊食材才是老涛们的最爱 我也有心管 他烤的最重要的是一些 非常边边角角 鸡角嘎啦的一些东西 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 人生无常 总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矛盾 但是 一顿精美丰富的烧烤 总能让人身心愉悦 然而 在不同地域 这一顿解决问题的烧烤 却涵盖了各不相同的精彩内容 大山深处烤什么 汉中人就地取材的能力发挥作用 是要从现在来看 我还是挺齐善的 这一口下的 滚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 哇 这么冷吗 草原节日烤什么 蒙古族大厨全是粗中有戏 蒙汉这个杂菊的一个地方不是吗 然后把那个汉族人的那个口味也得加 照顾我们的口味 对对对 要把第一口最鲜嫩的最圣洁的一块肉 献给尝尝片 艰苦奋斗烤什么 石油工人的美食智慧不同凡响 这些不同的食材都是拿来烤的吗 对对对 也太多了 味道调查员走南闯北 带您探寻各地烧烤 涵盖了哪些不同的精彩 想探寻各地烧烤的不同 得先从奇特食材入手 听说秦岭深处就有一种独家食材 被汉中人烤得出神入化 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我 要马上出发 目标秦岭深处 秦岭 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 同时也是中国自然环境保护最好 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在这崇山峻岭和这清澈的河水之间 有一种极其珍贵 而且非常美味的食材 在当地人的不切努力和开发之下 这种食材已经变成了他们赖以生存 以及致富的手段 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秦巴大山赐予他们最好的礼物 但是你要想找到它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汉中地处秦岭和巴山之间 是一块被绿色环绕的盆地 汉中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的发源地 气候湿润 河网密布 所谓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有了这无污染的清澈水源 也就有了丰富优质的水产 当地人在这大山深处的溪流水潭中 繁育着一种稀有的两栖动物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泥 大姐 你这地儿够远的呀 有一点 是吧 而且全是山路 这附近应该没人住吧 这附近没有人了 上面没有人了 那你养这个大泥养的多长时间 养了十几年 十几年 就在这种没有人的地方 对 我们都知道 野生大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为了促进物种的繁育和保护 现如今大泥养殖已经是国家许可的农业项目了 养殖户繁育出的子二代大泥 也可以走上餐桌 称为珍贵的美贝 汉中是中国大泥的原产地之一 被称为中国大泥之乡 是重要的原生态繁育基地 我身边的这位张海勤大姐 就是当地一位大泥养殖户 她告诉我 虽然汉中的水质特别适合养殖大泥 但要想养活养好 却有很大的难度 反正水质要好 应该是没有污染的地方 就得纯天然的泉水才能够 这个东西它那里和碱的 很碱形 在家里讲 我可是有一会 我不小心把辣椒面 还弄在那个 喂到这个鱼池里面了 我没注意嘛 用了鱼鱼都坏掉了 全都坏了 全都坏了 您这个坏是指死了吗 对啊 就死掉了 听张大姐说 大泥不同于其他的水斩 它们的寿命很长 有的能活到一百多岁 所以生长就很缓慢 而且别看大泥看上去蠢萌蠢萌的 实际上生性凶猛 脾气特别大 环境条件稍微差一点 就要闹情绪甚至是生病 所以人工养殖大泥 就要尽量还原它们原本的生长环境 养殖场的水源 是污染的山泉溪水 水质清澈 每一处工大泥繁域的溪水和小潭 也都是根据气流和光照等环境因素精心挑选的 为的就是保证水温长年保持在合适的温度 说到这儿我就十分好奇了 当地人会如何烹饪这种珍贵的食材呢 大姐把这个菜您备好了 是这些对吗 对 这都处理好了是吧 切完这是哪部分的肉啊 这是肋骨 两边的 这是肋骨 两边 对肋骨肉 这个里边的结构是这样子 那到我刚拿这个这一框材料的时候发现 这怎么还有 这个东西 这不签子吗 这签子穿这个得有 您这个签啊 今天您做的这儿穿串 串是炸着吃还是烤着吃 烤着吃 烤着吃 其他也可以做其他的吃啊 红烧呀 轻冻呀 所以这条鱼的做法还挺多的 对 那整个这一条鱼当中最好的一段肉 是不是就是这块 就是这块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张大姐竟然用大泥的肉来穿串 这金贵的原材料最地道的吃法 难道是卤串 张大姐告诉我 大泥的肉质既不同于鱼肉 和甲鱼一类两栖爬行动物的肉质 也不相同 在烹饪上 没有太多可参考的做法 只有经过多年的尝试 总结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方法 您这一串啊 其实除了颜色上的咖啡 然后包括它这个 整个食材的配比上 我觉得还算很合理 配上这个葱姜蒜给它去腥之后 那边又加了一层这个青椒和红椒 然后蒜来调味 虽然我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味道 但是至少从现在来看 我还是挺期待的 这一口下去 混在一起 或者是什么感觉 听张大姐说 大泥肉质细嫩 富含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 而大泥的皮又具备甲鱼裙边一般的爽滑口感 经过各种尝试之后 他发现烤是最适合大泥的一种做法 虽然在当地 人们也会用红烧清炖等方法来烹饪大泥 但烧烤这种方式最能激发出肉类的油脂感 味道也更诱人 除了穿成串来烤 张大姐还会用另一种烤法来制作大泥 味道更加浓郁 而且还带着点时下流行的感觉 今天张大姐要做一桌大泥宴 当然这不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 这家农家乐生意火爆 主要就是因为张大姐烹调大泥的手艺 今晚她的亲友们在这里有一场聚餐 这纸包烤大泥就是餐桌上的重头戏 做纸包鱼的调料 对 这就是调料 您切这个芹菜 这个怎么个方法 这个跟到调料混在一起 放到鱼皮上 放到鱼皮上 对 是一个芥味的方法 像您今天晚上做这顿饭 其实是给家里人吃的 是 家里人最爱吃哪种做法 我先猜一种 肯定有那种 对不对 今天晚上家长们就回来吃饭了 对 要是最爱吃的话 可以做这一张吗 还有就是烤串 就是烤串 对 这纸包烤制并不是传统的做法 而是张大姐去餐厅吃饭时 受到的启发 这种做法最关键的重点 就是炒制调味料 因为要整条烤制 一次性入味 所以调味料既要口味适中 还要根据大泥肉的原味来进行调配 我一闻到这个炒豆豉和这个辣椒混合的这个香味 我脑子也能想出十多种菜 但是我就想象不到 这个菜要和大泥混在一起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这算是炒好了吗 大泥带有类似山椒的味道 铺上这种辛辣刺激的川味调料进行烤制 麻辣鲜香的滋味 与大泥的肉质完美融合 再加上纸的包裹 锁住香味的同时 也锁住了肉的鲜爽 来 煮菜来了 好了 好的 谢谢 来个客气 大泥带哥 我觉得这菜您得先尝一下 好吧 先检验一下 先检验一下 从品项上看 还行吗 可以 还行 可以是吧 味道呢 味道不错 你尝 很厉害你 其实我第一次玩串 那我就先尝 大家先尝一下 哇 这么嫩吗 对 这回能吃的时候 感觉有鱼味了 因为我之前在做的时候 我都没有发现 这个肉跟鱼肉 有哪些地方是像的 就感觉它像有点像鸡肉 因为它那肉特别紧 是吧 但是没想到 它这个做出来之后 是这个口感 而且加上这个原来的这种 麻辣鱼啊 这汤儿这种做法 我这就算是吃到了 见识到了 至此 我终于深刻体会到了 大泥这种珍贵食材的鲜美 这种口感兼具了鸡肉的脆弹 和鱼肉的嫩滑 有些微的紧致 和恰到好处的酥软 肉皮更是鲜爽脆口 这种感觉 只有亲自吃过才能体会 身处崇山峻岭之间 交通不便 物产单一 就不吃烧烤了吗 不存在的 聪明又爱吃的汉中人 就地取材 用大泥 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吃烧烤 怎能接受条件和地域的限制 这一点 祖先们早就已经在几千年前 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的同事多杰正在经水路赶往佛山 去探寻一道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烧烤大菜 其实啊 中国这烹饪在周代就已经形成了 有饮料呢 有六青 大菜呢 有八针 像八针里边这个刨屯 那在当时啊 制作非常的繁复 就是今天看起来 也绝对是一道大菜 不知道在那么广东佛山地区 能不能找到当年刨屯的影子呢 所谓刨屯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烤乳猪 刨就是烤的意思 虽然是钻木取火 刨生为熟 在漫长的岁月里 人们学会了用火来烤制食物 改变了上百万年形成的 如毛饮穴的饮食习惯 可以说烤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烹饪技术 吴大哥是地地道道的岭南人 热爱烹饪的他 对味道有着极致的追求 有如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家 关于美食 他有着层出不穷的想法 吴大哥告诉我们 在他这儿虽然没有烤乳猪 但是却有一个烤乳猪的升级版本 您那个属于叫中猪 对 中猪它那个幼质纤维相对可以粗一点点 有嚼劲一点 而且没有那个小猪 那个奶腥味 好 等于它就是更有嚼劲 对 不光是嫩了 还有那个肉质感 皮比较厚 而且等一下那个口感 可以更脆更松一点 烤猪的调味 只需要盐和胡椒粉 均匀的涂抹 使其与猪肉充分地融合 让僵硬的猪肉得到舒缓 从而更加入味 走 好 再下去 这还真沉啊 对 师傅 我看您现在这个工序做的是什么呀 这个工序就是 现在把它削出来的时候 就站起来 看一下 变在那边 你还真讲究 三十分钟的烤制 猪皮表面的水分 已经基本蒸发 接下来啊 就是烤猪最重要的环节了 这是干嘛呀 哦 那个皮可以松滑一点 我可以试一下吗 用力 要穿住它 对 这个真的是要用力啊 因为现在这个猪肉的皮 已经有点紧了 在吴大哥扣中 拍猪皮被形象地称为给猪皮钉孔 这钉孔可是力气活 拍打时 铁钉要穿透猪皮 钉孔要细致均匀 以便多余的水分更容易挥发 而且猪皮也不会在烘烤时 因起泡而被烧焦 这样的钉孔要进行两次 为了使猪皮更加松脆 拍打后的猪需要再静置三十分钟冷冻 哎 师傅 我看这往里割甘蔗这是什么意思啊 烤的时候它就产生那个焦糖的味道 嗯 没有放糖 但是呢 亲到闻到糖 那个香味 哦 是这样 对 周代咱们说就有烤乳酥 对 也不叫泡臀吗 对 当时是八针之一 对 但是它的做法呢 是往里边塞大枣 是塞到这个里边很多大枣 差不多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咱们现在等于放甘蔗 对对 哎 这有意思啊 对对 卡丝的味道一样的 我们现在这个烤猪啊 就已经完成了啊 看着这个黄灿灿的样子啊 让我想到当时古书 奇名要述里边描述说什么是烤的古猪 八个字 叫色同虎破又类真金 如果那个苹果的不好的话 那个生物就不一样 对 咱们说 刚好 成熟的刚好 嗯 这个都不是脆 是酥的感觉 对 入口就化 好的卤猪 不是脆的 是酥的 酥者上 脆者中 当然硬者为下 吴师傅今天给我们制作的烤猪 已经与古书记载的刨臀制法大相径庭 但是 吃货们追求美味烧烤的心 却亘古不变 这不远在三千多公里外的大草原上 另一道历史悠久的烧烤大菜仍然在不断地勾人口水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黑龙江省内唯一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木叶基地县 当地的居民至今仍保留着非常传统的蒙古族的生活习惯 王莉莉王姐是这里的养羊大户 今天草原上的一个大家族要举办祈求丰收的祭祀 我的任务就是和王姐一起挑选祭祀用的羊 可是我印象中上好的羊大多都是在大草原里靠放牧的方式养出来的 而肥美的牧草在这里遍地都是 为什么王姐的羊都在圈里呢 这样的羊还会好吃吗 是这样咱们现在是什么小人国家的号召吗 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 咱们现在是全线紧目 杜尔伯特大草原是黄金耐原带 这一区域内的草原常年被温带气候所环绕 湿润多物的空气虽然不利于古物的生长 但却为多只牧草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所以给牛羊们提供充足可持续的食物 自然也不在话家了 除了好的牧草 王姐也开发出了自己独特的羊羊秘籍 他家的羊从小就睡在这架高的竹床上 喝着线末的豆浆长大的 每天喝豆浆既能够补充蛋白质 还可以提高羊自身的免疫力 这在全线可都是独一份的高级待遇 今天要祭祀那羊 咱们祭祀得挑一个带蛋的羊 公羊啊 得挑公羊啊 带饺子呗 不是 要往瞎吵 这上面还分不出来 就这个吧 与内蒙古地区选用常年绵羊不同 多尔伯特草原上的古兔族人 会挑选六个月大体重四十斤左右的小绵羊 这个时候的小绵羊 脂肪和肉的比例生长到最佳状态 肉质细嫩没有山味 是首选的祭品 不过在前往草原之前 还有一个步骤不能少 杀羊的时候 沾了羊血的羊毛 如果掉在草原上 在当地牧民看来是不吉利的 所以王姐要先在这边剪完毛 再带去草原 而剩下的羊毛经过处理 也能卖上了好价钱 可谓一举两得 带上选好的羊 就可以朝着敖包所在的方向出发了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祭祀活动 谢谢 来 里面请 好 你都准备差不多了是吧 是的 吴兰兰是生活在多尔伯特草原的蒙古族人 她口中提到的祭祀 是蒙古族最为重要的敖包祭 敖包是北方草原的一种标志 牧民们把天比作生身之父 把地比作养身之母 于是产生了敬天敬地的习俗 虔诚祈求上天保佑 风调一顺 第四的日子 家族里的男女老少 都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参加 而在祭祀前 这作祭品无疑是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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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是先准备祭品 是吧 这是怎么做 手把肉还是 就是整只羊烤 烤全羊 烤全羊 是蒙古族人招待贵宾 最高规格的领域 以前是专门献给 宫廷贵族享用的尊贵一餐 蓝蓝却说 这杜尔伯特的蒙古族烤全羊 跟内蒙古的烤全羊区别可大着呢 我怎么感觉像内蒙啊 蒙古族啊 他们做这个羊肉特简单 内蒙那边是只放盐 就是把这个羊肉的 这个原始的味道保存下来 去内蒙的时候 吃那手把肉 就是把羊扔锅里 撒把盐 没了 对对对 这边呢 蒙汉这个杂居的一个地方不是吗 然后把那个汉族人的那个口味 照顾我们的口味 对对对 开始整呗他们 原来这里生活的蒙古族人 与汉族人常年居住在一起 口味也和当地的汉族人产生融合 所以和传统蒙古族烤悬羊追求本味的不同 这里的烤悬羊加入了更多的香辛料 力道均匀的按摩 可以让调料丰富的滋味 充分接触羊肉 腌制过后就可以准备烤制了 把整羊平铺绑在特制的口架上 用锡纸绑住羊腿 一来方置烧胶 二来固定住羊腿 可以使它在烤制的过程中 肌肉不向上收缩 除了调味的思路不同 大庆的蒙古族烤悬羊之所以有特色 还必须归功于接下来这个步骤 原先马背上的民族已经不再过着游牧的生活 纷纷住进了砖房楼房 乌兰岸家也是一样 就地取材 用盖房多余的砖头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烤炉 这也成了大清蒙古族烤全羊的又一特色 烤炉的底部摆放上烧红的砖头 整体形状类似于一个大焖炉 连烤带闷双管齐下 坑炉密闭性好 砖头的余温能够持续均匀地提供热量 过程中不产生明火 如此温柔的烹饪方法 真是和我想象中的蒙古族烤羊相去甚远 一只喝着豆浆长大的羊 浸润着咸香辛辣的丰富调料 在大清传统烹饪方式的帮衬下 会产生怎样神奇的味道呢 耐心地等上一个小时 当草原的空气中 弥漫着诱人香气的时候 盛大的敖包祭祀要开始了 敖包祭祀不单单是人们祈求 丰收兴旺的祭祀活动 更是家人朋友间难得的相聚 这便是敖包相会的由来 祭祀过程中 牧民们将最珍贵的贡品 摆放在敖包前的祭案上 祭洒鲜奶 沟通天地 虔诚的叩拜 祈祷风调雨顺 至此祭祢变考结束 而关于美食的盛宴 终于要拉开帷幕了 好的 我坐哪儿啊 坐哪儿啊 好壮观啊 蒙古猪吃全羊 要把第一口最鲜嫩的 最圣洁的一块肉 献给长盛天 哪块是最鲜嫩的呀 备上 羊备上 羊备上的肉 从羊的备上这个盖一块肉 盖一块肉 兰兰说 献给上天的一定是最好的部分 羊备上最高处的肉 在烤炉中离火最近 烤得焦香多汁 十分诱人 羊身上切下来的第二块肉 要献给桌上最尊贵的客人 经过漫长的烤制和祭祀仪式 我早已经鸡肠肉肉迫不及待的 想要分食这碰香的美味 烤完的羊肉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 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 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 酥脆的羊皮脆生生的裂开 下面却又是一气呵成的骨肉分离 岂是外酥里嫩这四个字可以描述的 简直就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而祭祀敖包的酒肉被称为敖包的口福 据说若能分享敖包的福分子将会万事如意 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兄弟和他们餐桌上的烤全羊 已经把羽羊灌醉在了蒙古包里 好壮观啊 羽羊乐不思蜀不要紧 味道调查团将带您走进蜀地来到巴中 体验另一种风情的烤全羊 南疆黄羊是巴中市南疆县一带 最有名气的肉用型山羊 因肉至佳口感好 现已成为进入国宴的专用羊肉品种 羊肉温补 但因常吃或者多吃会对人体造成燥热之感 所以羊肉通常在冬季作为滋骨菜式出现 不过主要生活在海拔八百米以上的南疆黄羊 因其品种独特 所以它的肉质相比普通羊肉少了分燥热的特点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今天咱们这儿有催面是吗 对对对 这是杀了羊了是吗 你刚发的上全羊 这就是咱们巴中的黄羊吗 南疆黄羊 这都已经是刚新鲜杀了 刚炒的新鲜的 可是好像不太一样 这是汤皮的 这带皮的是吗 这两个是不带皮的 不带皮的 这是烤羊 烤羊就不要带皮 所以这三只羊它做法还都不一样 对不都不一样 三只羊做法不一样 这三只羊这个怎么不同做法吗 今天 这个小的做烤羊 中号的 中号做羊汤 巴中的烤全羊 通常选用不满一岁的公羊 因为公山羊在放羊的时候 运动量比母羊大 所以其瘦肉多 口感嫩 大哥现在装到盆里了 是不是要给它调味了 对对对 简单的调一下味 这是盐 盐 还要放啤酒 那什么样放啤酒 去香 去除那羊豆的杉味是吧 两个酒一块 然后还要放葱 用啤酒 白酒与食盐混合 加入拍散的葱段 制成的调料汁 不光可以去除杉味 还可以提鲜 这是最简单 也是最传统的方法 我一烤那个香味 马上就先出冷了 是吧 对对 就先烤四分钟 然后再刷调料 对 再烤 再烤大概多久 大概 还有四十分钟 还有再四十分钟 好像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 烤全羊讲究功夫 两个小时的烤制 不能迷人 只有这样 烤制出来的羊肉 才会外焦里嫩 鲜香有味 咱们做羊汤用的羊 跟烤羊的羊就不太一样 这只明显要大一些 要大些 这个羊子的时间 就是在一年半 一年半 一年半以上 在公母有区别吗 有区别 这个是母羊 这只是母羊 烤羊要用公羊 公羊 为什么呢 它的生产周期要长 女羊的生产周期要长一些 要长一些 而且感觉就是 要稍微肥一点 要稍微 有一点油脂多一点 对对 油脂要多一点 采师傅说 八中羊汤 讲究的是肉肥汤浓 而羊后腿的瘦肉居多 不过这并不影响 它成为另一道 八中特色美味 这个要用到橘子吗 要用 真的要用到 对的 这样用到 我以为你就是招待我吃一下橘子 就是要用把那个羊肉 这个拌好羊肉 然后再放到你橘子里面 橘子里面 拌拌 把那个里面那个橘子肉掏出来 你要那个形 然后把它填进去 对对对 就这样 接下来的这道菜 炖羊汤 剩下的羊后腿 就成了主角 粉蒸羊肉 所有的滋味 都来自上锅前的腌制 葱姜蒜 这老三样 必不可少 豆瓣酱入味 菜籽油增香 最后配上蒸肉米粉 上锅蒸制15分钟 不过这只是完成了 这道菜的一半 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 最有特色的部分 就是现在做这个 装羊这个聚会了 对 就是咱们金菊羊肉的 这个聚会 这菊子长得特别红 这很好看 一个盖去下 盖去下 然后把羊肉填在里头 是吗 要装到里面 你看 这样就是一个 完整的菊子了 对 它既是一个容器 同时也能给它增加香气 让它有清香的味道 精巧可爱的红菊 不仅是盛放粉蒸羊肉的容器 在下一轮的蒸制中 还可以赋予这道粉蒸羊肉 更加清新的口感 一看就特别香 这个味道特别拔实了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往里装了 往里装 来 就这样往里装 那个包包子似的是吗 包包子对 就在金菊黄羊上锅蒸的时候 菜师傅助手那边的烤全羊 也开始刷最后一次酱料了 这里头有什么呀 密质的香料 密质的香料 又是密香料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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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一下 这是又有脆皮又有肉的是吧 对对 尝一口 那个羊肉一丝丝的那种头感 慢慢的 很有嚼劲 而且是越嚼越出味 最关键的是这个料调的特别的好 你知道吗 配合上这个羊肉 所以最后吃起来你会觉得很有味道 无论在外还是江南 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食材 传统意义上的烧烤 就是将食物直接放到火上烹调制熟 而据说山东五连线的许梦烧烤 可没那么简单 那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大哥 就是您家卖烧烤的是吗 是是 他们都说这个您家卖的烧烤特别好吃 咱们的烧烤不是那种串着烤的那种 是吗 不是 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已经卖完了 卖完了 就这么有点了 能尝一下吗 这个是肠是吗 哎 肠 哎呀 闻着就特香 尝尝 尝尝 嗯 特别香 哎大哥 这个里头是烫的这个小肠 这里边是小肠 外边大肠 大肠套小肠 你手上还在这儿坐呢 你回处我们咱看看吧 那行 那我帮您一块收拾肉的好不好 回您家试试 行 走 孙家妇和妻子陈爱香 以制作售卖许梦烧烤 而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模范夫妻 两人内外分工 二十年始终如一 他们制作的烧烤 据说是五连人公认的老味道 那么究竟许梦的烧烤 和传统意义上的烧烤 有什么区别呢 你这个一根大肠里面要放几根小肠 要放 再给 放一扫 这些是土嘛 这个大肠 就是往里套 我跟您学学 帮您一块弄好不好 好 就这么干 这四根已经放进去了是吧 真的 这样 往里去 这让它自己抖了一下 对对 就这样 走了 大肠韧性肥腻 小肠柴瘦偏苦 两两分开各有利弊 整合一套恰能取肠补短 大姐 那您每天什么时候去收这些东西 嗯 两三间钟吧 这么早 不都存断不出这个 稍微最后都断嘛 这就是最新鲜的 最新鲜的 凌晨心情复出 换来的是现杀不超过三小时的猪下水 新鲜成为许梦烧烤的秘诀之一 一个猪头 一套猪下水 三四只鸡 形成一组绝妙搭配 猪的内脏中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与肌肉中的蛋白质相辅相成 两者相遇 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这一进来 这屋满是那个 特别浓郁的那种卤的那种香味 就是在腾儿 就是这个汤 这个锅也够大了 这能放多少咱们这个肉啊 下水啊这些东西 把头撒坏 能卖完吗 过节还不够 过节还不够呢 嗯嗯 还得往里炸带 这汤是 这锅汤也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这比一天一撒坏嘛 一天一包料 一天一包料 嗯 没有这锅汤 我不吃那个所有的味道 所以我们吃那个肠那么好吃 这个味道全部就在这锅汤里 就在这个汤里 大姐咱可以往里放了是吧 嗯 现在这锅算是开了吗 嗯 这锅就是开了 对 但是上面其实有一层油啊 就是这个下边已经热了 好 对 咱们往下放吧 老汤既是区别于别家烧烤的关键 更是对时间精华的留存 一锅卤汤 一锅卤汤经过十八年的日夜循环 不断地吸收着肉汁的精华 芳香物质风醇 鲜味也越来越丰富 与新鲜的食材各取所需 交组织出独树独树一致的味道 大姐这样咱们能盖上盖儿然后直接煮的吗 我还有一个好大油嘛 还有放料 只不过咱们直接放一个干的橘子 对 这个很好玩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八角 草果 香叶 有这干辣椒 是吧 基本上就是常见的这些东西 小茴香 好 咱们可以下去了 来 日更一包香料保证味道的醇厚 浓浓的汤汁包裹着各式各样的下水 在温火加热 由冷静变为沸腾 一个半小时后 下水与鸡肉都已变得味美鲜香 正当我准备大块朵鱼的时候 大姐却阻止了我 因为这还不是地道的许梦烧烤 此时我才意识到 这些锅中的美味 还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烟熏火烤 大姐 这烧烤烧烤 最后是不是应该开始烧烤了 这就是烤了 怎么烧法 在烫是用来熏肉 熏肉 在烟草就是别烫烤 外面就是红烫别烫一块烤 为什么要有两个一块是呢 在烤出来的肉 颜色跟香料 味道跟三米 等于它是给它熏上颜色 对上颜色 然后又有味道 这些那味道就不用 是这些啊 不用动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烧烤烧烤 我理解应该就是熏 对不对 就是糖熏 糖熏肉 就是咱们这儿许梦的烧烤 对 那这样盖上之后就直接 可以了 这个要在里头熏多久呢 大姐 三分钟就可以了 糖类是人体主要能量的来源之一 白糖甜度高 红糖营养好 糖的甜味在烹饪调味中可以提鲜较味 而红白双糖在高温作用下 形成糖脱水产物和裂解挥发性产物 这两种物质正是许梦烧烤的秘籍所在 沐浴老汤后的珠下水依次占据壁子一席 带有焦香的烟雾从壁子下面各种鲁味之间的空隙 弥散 三分钟后 所有的鲁味即可在焦糖产生的天然着色剂中 悄然变化 华丽的变身 穿上黄金的铠甲 那也差不多了吧 是吧差不多 我给它揭开 是的 现在就要去嚣 嘗了 对 三二一 哇 哇 确实有点呛 但是会有一点那种糖烧栗子那种味 因为是不是因为这个也是糖炒吗 这个是糖韵的关系 这个是糖芽 糖的味 甜甜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这个颜色果然是跟熏的那种一种 在冰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是不是 也得回哈里面 时间一久才会更亮 更亮 就更好看了 所以它那个味道应该会进入到 这个肉里面 大姐今天我赶到集市的时候 就只吃了一点肠 所以我觉得现在趁热 一定要吃点尝一下别的 我直接来了 来一猪腿吧 太过瘾了 这个闻起来就跟一般那种 卤的蹄子不一样 它有一股那种熏的味道 嗯 就那个烫芽熏的味道 糖烟熏的味道 我尝一口 嗯 嗯 哇 非常非常出味道 就那个十八年的老汤啊 一下子在我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能有这个味 是十八年慢慢熬出来的 对 入狱老汤 出狱桑拿 许梦烧烤 内有醇厚的老汤入味 外有香甜可口的焦糖灼色 色香味极致 让人垂涎三尺 套肠口感丰富 彈刃有余 烤鸡味道鲜美 肉质香醇 猪耳薄切入口绵脆 猪皮猪蹄 富含胶原蛋白 劲道弹牙 嚼劲十足 许梦烧烤虽然烹制方法特殊 但却没有褪去烧烤 让人温暖满足的共同属性 说到烧烤给人带来的温暖 又怎能不问问东北人的感受呢 身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人 又有怎样高超的烧烤技巧呢 为了这个探寻目标 我全副武装 穿上最后装备直奔大庆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调查呢 就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庆 现在的气温呢 应该是在零下的二十多度 真的是特别的冷 大庆的铁东村 以整条街都是坑烤垫而闻名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 其中又蕴含了什么样的秘籍呢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坑烤的坑 对 就这么在这烤 这上面是烧的是砖头吗 烧的砖头 那为什么要给烧砖头呢 这个砖头主要是 一是烤的东西 咱们本身是一锅主 增加它热量 烤的食材多的话 这个四周的热量不够 所以上面需要稍微多 增加热量 等于你现在是先把这 底下这个坑给烧热了 对对对对 然后顶上这个砖头也烧热了 最后把它吸到里面 然后把食材是放到里头去的 对对对 是吗 这位专注于坑烤十几年的柳大哥 据说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坑烤高手 他告诉我 看似简单的坑烤 其实蕴藏着很高的技术含量 坑烤的热量全部依靠烧烤后的炭火 和烧红之后的砖头 而炭火的多少和砖头的大小 是控制坑内温度的关键 不过这只是学会坑烤的第一步 要想将辣椒 土豆 鲜鱼等不同质地的食材 在同一个坑内同时烤熟 还要有一些特别的加工 这些不同的食材都是拿来烤的吗 对对对 也太多了 首先是这个鱼 这个鱼为什么说 它也是一坑出 它熟的时间很快 对呀 咱们就先给它加工好 需要给它包裹一下 保证鱼时间长了点还好吃 外边还不让它烤的时候过劲 像蛋类的 咱也给它加工 给它加锡纸包一下 锡纸包一下 对对 原来都是用包纸 或者是用经过咱们改来 改为锡纸 锡纸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防止爆裂 这个蛋本是熟的一块 一通过加热以后 它就爆裂了 对 所以给它包裹一下 那咱们就一样一样来好不好 好 从鱼开始吧 行行 柳大哥说 坑烤最早是大会战时期的石油工人们 所创造出来的 因为当时条件有限 工人们只能将土豆和红薯等简单食物 扔在火堆里烤熟 没想到 今天这种特殊的烹饪方式 却成了大庆的独有味道 这坑烧好了吗 烧好了 哦 现在这个砖头也是烧热的 给它蓄在里头是吗 对 让它增加热量 嗯嗯嗯 咱们先下这个 下的时候 对 咱们有讲究先下哪个 先下这个地瓜土豆 地瓜土豆 下哪儿 就直接放边上吧 还是 摆到这位 你就连盆一块挂下去 对了 哦 这是专门有个支架放在这 对对对 哦 都是我自己做的 哎呦真是 这个的羊腿不容易熟 嗯 挂这块呢 先拿羊腿 放到这个靠 靠坑近一点 嗯 这样的话它 接受热量多一点 要下这个羊排 对 焦焦 焦焦 这也贴着边儿吗 对 肉这个一趟 靠着 哦 肉要贴边 温度高一点 那个焦焦放里头一点 那这些呢 这个我就是给它 直接 摆一下就可以 这就随便了是吗 对 在这个封上 要烤多久 在里头 这个得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好 将坑口封闭 隔绝空气 在整个烤制过程中处于非明火状态 这样的好处就是既不会产生油烟 也能很好地控制温度 过去坑烤只是石油工人们为了填饱肚子的食物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庆人在冬日里最割舍不掉的味道 来 三二一 哇 我先闻到的是一股羊肉的味 是吧 对对有羊腿主要是 对 羊腿羊排 对对对各种 你现在肯定什么都看不见 等一会儿等热气散一下 就能看到了里面到底怎么样 还能听到滋滋的声音 对 好香啊 这拿起来的时候也有顺序吧 这是五花肉 我有啊 你看这五花肉已经外面那种焦脆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 比刚刚要瘦好多了 那油脂都没了 还有呢 这羊腿 这色 这是什么 这是猪心跟腰子 这是猪心跟腰子 对对 烤过之后这个颜色就是不一样 特别诱人 外面还冒着那个泡呢 对这是羊腿 哇这大羊腿 你看 烤了之后就立马就觉得塑行了 对 而且这个胶 胶胶的那个外皮 这是羊排 羊排 也都烤好了 这是尖胶 你看这尖胶 马上就变成那种 先放这吧 哇 烤鱼 烤鱼和 哎呀这个太好看了 对烤鱼烤蛋 低瓜土豆 那咱都可以拿进去了呗 来这个我来拿吧 你端不动我来吧 干得懂 咱们端不动 没事 走嘞 进去吃吧 慢一点啊 好 坑烤过后的食材 不论是肉类 蔬菜 都散发着土坑烘烤过后 天然而又淳朴的烧烤香味 羊排 猪蹄等肉类 被焦黄油亮的外表所覆盖 而红薯的外皮 已经因为高温而变得焦香 渗出糖分 土豆外焦内棉 在保住一定水分的同时 各种食材本身的味道 同时得到完美留存 咱们来看看吧 这一桌看起来太丰盛了 我觉得太硬了 这个菜 从哪开始呢 从咱们的鱼来吧 行行 行吧 咱们这鲫鱼是吧 自己坑烤的 一定得尝一尝 来 你看这里头还有那个汁水呢 是吧 烤出来那个鱼的那种鲜美的汤蒸 来尝一个 你看刚刚底下刷了酱 它就不会粘在上面 是吧 这肚子里还塞了料了 你看虽然它是烤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肉啊 特别嫩 很嫩的 对 赶紧尝一口 外面这个皮呢 是有一点点焦焦干干那种口感 嗯 好鲜啊 没有腥味是吧 没有腥味 特别鲜 因为这肉真的很嫩啊 对 而且我觉得刷了一点酱之后 它 恰到好处的提了点味 在所有调味中 五味调和是最高标准 单一味道给人的感受 并不尽善尽美 经过调和 各调味料互相配合 才能真正上达饮食之美 在资博人的菜单里 五味最佳的存在方式 是调和以及平衡 这一点 对于烧烤 这一宵夜江湖里的绝对主角很适用 中国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自己的烧烤 博山的烧烤又有何玄妙之处呢 我妈这个小饼啊 卷着这五门圈串 一次多卷上两串 撸下来 大口 嗯 稍后就这么吃 用小饼卷起来 李子昂是这个烧烤大院里 最年轻的烧烤摊主 烧烤经他调出的味道有一特色 你能吃到大江南北的不同风味 这是广东的烤牛油 这是湛江的烤生蚝 这种把把烧来自四川 总之来到这家店里的时刻 几乎能感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烧烤的呼唤 但只要配上这小饼 又能算是地道的博山味 小饼卷小串就是博山烧烤特色 比起做 李子昂更喜欢吃 25岁年纪 基本吃遍了全国各地 他不仅爱吃 更会吃 我这人特别馋 但凡是网上看见的好吃了 我非得去尝一下 但是俗话说 馋狗不肥 怎么吃都不胖 吃饭之前先开光 便寻美食拍照留念 年轻人的消遣娱乐 在李子昂这儿 却是极认真 并且关乎手艺的大事 我就把它研究出来放到店里去 今天李子昂要选购食材 好朋友王雨萌 刘磊都来帮忙 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李子昂开烧烤店 少不得好朋友帮衬 王雨萌家从爷爷辈就是厨师 挑食材的工作 非他莫属 拿着他 好的 128 牛磊是个会计 也是菜市场摊贩们最害怕的角色 而李子昂则最新于他的香气艺术中 大江南北的烧烤 除了几样特殊的食材 想要做出特色 主要得看调味 在调味料的使用上 也是巴仙过海各显神通 各凭感觉与惊艳配置 眼前各式香料 纷纷送来直冲鼻腔的热情浓烈 并不妨碍李子昂挑的仔细 这种花椒 你看颜色比较浅 是我们本地产的 味道一般 四川产的大红薄俗 这个是又红又麻又香 其实你吃一口 能麻的你半天说不了话 但是价格贵一半 给我秤上巴仙吧 好 像这种辣椒啊 你看这种又红用肠那种 基本上也是我们本地周围产的 这种是爆香用的 这种就是比如说 炼的那种红油啊 就用这些 这种特别辣 这种正儿八经四川产的 特别辣 用上炒菜一个两个 绝对那个菜就特别辣了 结束了菜市场的战争 一场新的战斗 又悄然而至 腌制是李子昂烧烤的关键 百味之手的咸来自盐 八角肉桂口感中带着甜味 白纸曹果等回口带着苦涩 花椒 辣椒 则带有明显的辛辣 李子昂要根据食材中各种成味物质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调味品 并按照一定比例组合 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烤出来的串好不好吃 功夫全在这上面 肉中的蛋白质 脂肪等具有鲜味成分 需要盐来突出鲜味 苦味和辛辣味觉的香料 可以抑制肉的酸臭 糖类受微生物和酶的作用而产生酸 促进酸碱度的下降 而提高肉的饱水性 增加肉的嫩度 将多种调味料进行恰如其分的调和补味 这是李子昂吃遍大江南北练就的本事 烟好 起火 李子昂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看着慢慢升起的烟火 听着满耳的家乡话 李子昂感到特别安心 几杯酒下肚 肉与牙反复摩擦 表达的欲望也就高了起来 这群深夜时刻不会想到 此时的烧烤炉前 一位烧烤小哥正在进行一场 关于口味 风味 香味的神秘调和 食材的搭配相容 调味的无限可能 即使重口难调 滋伯人也总能用经验与智慧 调和出迷人的味道 滋伯的调和之道 在年节家宴绝不缺席的佳肴里 在宜蒙山村的一锅鲜香中 也在弥漫蒸腾的烟火里 何为滋味 夜晚一时 管齐冰的小店热闹起来 人们循着香味涌入这里 好 十四号的 铁针好了 这是二九号的吧 这是二九号的 千万不要乱啊 你的一个一个得清 大家加快速吧 来 来 个子不高 调理清晰 说话语速很快 这是食客们对管齐冰的第一印象 这位有着三十多家烧烤店的老板 热情好客 经验老道 烤制风味一流 自然而然 这里成了很多人的深夜食堂 一九九八年 十七岁的安徽小伙 在北京支起他的第一家烧烤摊 那时 不大的摊位 他却设计了个牌匾 在他的潜意识中 牌匾越大 意味着生意越红火 果然 几年后 他凭借着一道秘制烤翅 称霸了整条小街 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中国人大约要吃掉一百一十一对鸡翅 吃一只烤翅几分钟 背后却有很深的门道 鸡翅可塑性强 是整个鸡身最为鲜嫩可口的部位之一 骨肉皮纠缠紧密 制作成美食 香味向外渗透 肉有骨香 皮有肉味 鸡翅的选择需要严格把握重量 三十克左右饱满的翅中 腌制起来更容易入味 烤制时不会干瘪 上炉时必须带着汁水 否则腌料流失 寡淡无味 高温让鸡肉表皮迅速收紧 皮下的油脂在高温的作用下逐渐显现 恰如其分的油温 最大限度的保留鸡肉原有的鲜嫩和弹性 表皮的焦糖化意味着鸡翅已烤熟 撒上辣椒和孜然 猛火助攻 香料与油脂充分融合 瞬间激发香气 产生鲜嫩的口感 最迷人的是皮与肉之间 那层似有若无的褶梨状胶质 一抿就化成油脂滑向喉中 鲜嫩被锁在入口的瞬间 枝叶沾满手指的缝隙 顺着汁水吃 更加酣畅淋漓 人们钟情于街头巷尾 市井里弄 烧烤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 自然有了烟火气 羊肉 过来了 我们在这看看他们的羊肉怎么样 收工早的时候 管骑兵会逛逛小吃街 点上些烤串 来你们尝一下 然而 享乐并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 尽管烤出的鸡翅已经近乎完美 但对味觉的偏执促使它继续改良配方 而到实地品尝是最好的手段 好 谢谢啊 不过到任何个地方去 你就要去尝不同的菜系 就尝它的特色 它是一个豆腐 你觉得好吃 我是不是把豆腐可以 把它的料汁可以放在正上 也是非常好吃 其实所有的好的产品 爆品都这么做出来 不能局限于串泪 甚至说到那种西餐 不是好无关的东西 你也一样能发现灵感 我们今天就尝一下吧 这一次的调研为它酱料的升级 带来了新的想法 在烧烤的江湖 各家用料大同小异 想要在北京占有一席之地 烤的就是密而不宣的各式酱料 这也正是烧烤的灵魂所在 辣椒 香叶 胡椒 丁香 茴香等调料 按不同配比分批次倒入翻炒 高温下 香料中的芳香分子逐渐释放 复合出独一无二的醇厚滋味 形成香甜辛辣的味觉层次 管齐兵的开局并不顺利 初来乍到 周边已经邻里不少烧烤店 方寸之地的烧烤争夺站 一触即发 细心的管齐兵发现 来吃烧烤的人中 南方人喜甜 北方人爱鲜 如果想要留住更多食克的味 最好的办法就是融合各方喜好 根据食材创造出专属自己的风味 于是他开始向香料发起挑战 那时候呢 我们先首先呢 就锁定吃中不同的肠 我每天就会收纳 四四五六个人的那种意见 从最初的研发到最后 第一版的味道的定型 用了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 为食客们提供免费烤吃试吃 不断地改良配方 一来二去 食客们成了他的朋友 香料配方也在一年后得到稳定 很快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小街站稳了脚跟 吃了有大概十几年 没二十多年了 板做的真的也挺好的 挺用心的 二十多年了 腌制的比较不错 主要是 特别想知道米方是什么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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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